文章来源 国家地理中文网 中国国土面积1045万平方公里了 8月28日 自然资源部例行发布 2023年版标准地图 这些网传图中都在地图上 加了句中国国土面积1045万平方公里了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中国国土真的扩张了吗 新增85万平方公里 2023年最新版地图 中国领土面积1045万平方公里 1045万平方公里数据如何得来 来源一 中国先后同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尼泊尔等谈判解决了部分领土 新增了南海时断线 宝岛台湾划进中国的版图 将被沙俄侵占的黑虾子岛 335平方公里 划归中国等等 新增国土面积85万平方公里 来源二 引用疑似2001年 中国国家地理文章 追寻中国大刊界中 提出根据最近十年的土地详细查询 和卫星摇杆图像的判断 960万平方公里 已经被一些公开出版的书记认为不确定 实际为1045万平方公里 来源三 通过数据统计 中国陆地面积为944万平方公里 岛礁面积7.54万平方公里 滩土面积1.27万公里 内海的面积69.3万平方公里 领海面积为22.8万平方公里 相加得出1045万平方公里 所以中国国土面积已经变成1045万平方公里了 960万从未变过 960万平方公里 一经公布 几十年未变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彦光介绍 该数据是建国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得出 按照国家社会局发布官方权威说法 其精确数字为959.8077万平方公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军认为 这个数字基于小比例尺地图计算 而得到的一个很笼统的结果 所以中国政府网中 在公开的国土面积中 使用了约960万平方千米 如下图所示 这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数据 2023年9月12日 中国政府网显示 中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 中国政府网 2023年9月12日 中国政府网显示 中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 中国政府网 这些谣言具体是如何撒谎的 新版地图并未新增领土 十段线本来就有 从未变过 传言新增领土中最离谱的是 中国2023年新版地图 将提交给联合国的九段线 便十段线扩大了国土面积 什么是九段线 九段线是指南海九段线 官方说法是南海断续线 在中国地图上 由若干断续线所标示的 围绕南海形似U型的海上江界线 虚线内表示为中国的领海 这种断续线 始于民国时期 原为十一条 1953年 中国政府批准去掉北部湾内的两条 故称九段线 横板中国地图将南海九段线 以复途形式单独展出 十段线 是指南海的断续线 加上东海的有关线段 即南海九段线加东海一段线 并非2023年新增 2014年6月 中国发布数版全国地图时 就用十段线取代九段线 沿用至今 此外 传言新增的领土 还有中俄交界的黑瞎子岛 但早在2004年 两国就签订协议 俄罗斯将占领的银龙岛全部 黑瞎子岛的偏西部分领土 归还给中国 传言认为 藏南地区和阿克瑟钦 也是新增领土 回顾近50年的地图 这两部分始终在中国版图上 并未发现任何改变 只要对比旧版地图就能发现 并不存在传言所谓的新增领土 新增领土是假的 那么 1045万平方公里的数据可靠吗 首先 公开资料显示 争议领土从上世纪就开始谈判 陆续解决了一部分 但绝对达不到8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2004年 中俄签订协定 中国得到约200平方千米 其中黑虾自导约171平方公里 1999年及2002年 中塔签订协定 塔吉克斯坦同意归还中国 约1158平方公里领土 及中国帕米尔高原的未定国界处 1996年及1999年 中级签订协定 划归中国的争议领土 约1200平公里 其次 数据有误 根据中国政府网显示 五国管辖的海域面积包括内海 领海 提连区 专属经济区 约为473万平方公里 岛礁面积7.54万平方公里 滩图面积1.27万公里 陆地总面积则是960万平方公里 按照该方式相加 面积已超过1400万 远大于1045万 国土面积如何定义 国土面积计算不包括海洋面积 根据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规定 国土面积是指一个国家的陆地面积和水域面积内水 因海洋面积争端大 所以不记录统计 水域面积包括河流水面 湖泊水面 水库水面 坑塘水面 尾地 滩图 沟渠 水工建筑物用地 冰川 及永久积雪 虽然定义是这样 但各国在统计时因标准和统计方法不同 仍会产生较大分歧 以美国为例 有关资料 公布有915.8万 937万 962.9091万 等多种数字 加拿大海巷圣劳伦斯湾 只有一部分属于内水 全部纳入国土统计 分歧巨大的情况下 国土面积通常以各国政府颁布的数据为准